是禽流感病毒持续扩散 中央灾害面中心16号做出决议 从17号到24号凌晨和中午 分别全面实施全台禁运禁载措施 为期一周因为依照专家建议 3到4天是发病期 潜伏期则长达7天 必须等临床症状出现才能彻底消除 那这个7天的一个 一个是抓他最 对这个养情类业者的一个 最少的一个冲击 所以这次的疫情 如果是在7天内没办法阻挡的话 很可能要延长到10天 或者是两个礼拜 寄出预防性措施 期待能发挥防疫效果 将时间拉回到2015年 当时高病原性双病毒 H5N2和H5N8 从南部屏东围棋店肆虐全台 当时首度实施禁运禁载 第一次只有3天 第二次延长到4天 整年下来导致上千家情场感染 500多万只情类被曝杀 到了快两个多月以后 已经有一千多场感染了 他才一个禁令说 禁止屠宰 额跟鸭 禁止屠宰跟禁止运送 移动 那鸡呢 鸡也会感染啊 前车之鉴近在眼前 在月初H5N6首例传出后 所有前类即刻禁运 如今双重禁令下达全台 并延长到7天 至于室内摆肉机 以日临又勤可消毒过的情淡 则不在范围内 大约新闻小视节 万嘉宏 台北报导 台北知 台北知